大學寶家 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怡 今天我們這位來賓 他自嘲說他的內心裡 住了一個很MAN的老靈魂 因為女生都喜歡珠寶 對不對 可是他不一樣 他特別喜歡一些古玩 有歷史的東西他越喜歡 而且他的好朋友 有很多都是什麼 也是藏家們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看 他的故事 他的寶物 當然先來介紹我們的 超強大建定團 首先要歡迎的是 文物建廠家池宗憲老師 大家好 寶恩大師 協會榮譽理事長 冯甲大學助理教授 黎龍欣老師 大家好 賈克保持建定所 資圈建金師賴俊明老師 大家好 還有書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文良老師 大家好 好 讓我們來歡迎來自 桃園的陳一萱 陳小姐 大家好 因為我知道 妳自己就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但是妳的收藏 卻跟一般女生不一樣 妳自己講這樣 為什麼呢 都很另類 其實在我眼中 其實他們都是 數一數的漂亮 那我會玩古玉 是因為四年前 一個朋友的交道 然後 所以就是越玩 越覺得說 在清洗的過程之中 看到他們越來越漂亮 我覺得那種成就感 清洗 就是你買來都是 都是夠髒也在賣 對 就像煤炭一樣的那種髒 哪一個很髒 這個就叫煤炭的髒 這個髒出來很像煤炭的髒 這已經經過那個 衝脫泡蓋送 好幾個程序之後 才現在這個樣子 你會不會把一些 有價值的東西洗掉 對啊 問專家 所以這也是今天來的目的 真的 就是想說 這樣子我有時候洗得太乾淨 會不會不值錢 我們待會兒來問池老師 但是我知道 其實你很有趣 就是你有很多的朋友 為了因為收藏這些古玩 交了很多的朋友 很多拉伯 就是願意 不是 因為喜歡收藏 你又有錢又有錢 可能有一些長輩 對不對 比較不是你這種年紀的 一些前輩 我很好奇這樣彼此在 跟他們有時候說 我覺得看得不錯 過言大哥 你要不要割愛 有沒有這樣來的物件 比較少耶 比較少 對 你覺得女生跟他們談價 會不會比較吃香一點 一定有的啦 一定有差 對啊 有沒有什麼技巧 來 我最近也想要來 收藏一些古玩要怎麼說 大哥 大哥 你這個 我真的意見 你看 跟煤炭一樣 是不是先鹹就是這樣 鹹喔 鹹有用嗎 鹹這招有用嗎 我覺得鹹沒有用 那怎麼樣有用 你就是要開始讚美 他的眼光有多麼... 對啊 好比馬未督之類的 但他聽到他更不要更愛啦 那麼厲害的東西 我還賣你幹嘛 可是其實這種價值的多少 大家心裡都有輸 對 那大家也是希望說 能夠用一個合理的相隔 馬上賣掉對不對 對啊 那所以基本上 他 你說什麼 他其實心裡還有一個公平的價格 所以我覺得 至少不會買貴 你覺得至少不會買貴 所以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東西 你覺得價值雖然不是到 非常的貴 但是你相信它是有價值的 就是我們今天來的目的了 對不對 第一件寶物來 我們請蚩老師上前來 這是一個 山蕭姐你自己說 這是一個 應該是有燈臺 對 然後看他的形質 我是覺得 有人說是像乳窯 那時候有一個磨製的 這個刑器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買它的時候 其實它是全身都是土慶的 慶到全部都是褐色 但是它唯一的開門的地方 就是它底下這個肌肉 比較深的地方是天藍色 還有它裡面 它裡面沒有被土慶的地方 裡面也是有藍色的開片 那這個開片紋其實 是比較偏冰 冰 冰裂紋 對 比較特別的冰裂紋 所以我覺得 然後再加它這個觸摸的感覺 非常的柔滑 比較有絲綢的感覺 然後聞它的味道 有叫腸味 所以 我只知道 可以聞出那什麼酒啊 什麼可以聞出味道 這位會看到它有土味 是假的喔 對 有沒有有特殊的味道 是有一個味道 我們這位 可是我覺得在家裡的衣櫥 比較多年 阿嬤的那種衣櫥 你探討介紹大眼 有可能 有可能 那種味道 所以東西只要換 你會出就這個味道 我跟你講 因為觀眾朋友們 在電視界面 它是聞不到那味道 它真的有一個味道 我說真的 玩文物 怎麼說呢 因為出土的文物 它一定跟當地的土壤 還有它地理的一個狀況 可以聞得出來 但是你要慎防 防什麼 我做好的東西放到裡面 再拿出來給你聞 也可以 有那種味道 一樣 一麻一樣 所以我們在玩文物 剛剛這位小姐所講的 都是行話 它每一句話都是行話 比如說形字 這個又要的開片 還有這個土壤的味道等等 那但是這些東西 就像剛剛你提到一些 檯面上 在跟你講文物收藏的人 我覺得我們觀眾朋友 看節目 除了長知識以外 一定要有個概念 還是要回到物件本身 看物 說物 不要用聽的 看東西為準 以魯搖為例 魯搖雨過天清 這樣的一個 全世界統計出來的劍術 在故宮幾劍 請問我們怎麼何等有幸 這一生 可以碰到 當然或許你有 或許你碰到一個長輩 或是你剛剛講的 願意可愛的 這個可愛的妹妹 然後賞一件東西給你 或許你的命運就這麼好 你這是哪裡找到的 這一件 一個新竹的 很神秘的古董商的倉庫裡 對 然後你就跟他 用多少錢跟他賣 那時候五千塊買的 那他是把他的神秘 劃成小小的錢送給你 是這個意思吧 他有沒有告訴你說 他從哪裡得來的 他出土氣 出土氣 對 當初他以為他是君堯 因為他那個藍色 對 藍色是比較 很像君堯的感覺 好 那現在君堯跟魯搖的 原來的搖子在哪裡 那我們就要很科學去看說 河南清涼室 寶風的清涼室 那邊的土壤是什麼顏色 對 那河南的君堯 他的窯子的土壤 又是什麼顏色 然後從那個回推看說 你是出土物 那請問這個出土物 它上面所沾黏的 這些土壤顏色 是不是當地的 這就是一個很科學的研判 而不是只有聞到一個味道說 土的味道 那用這樣的概念 教廠跟出土是兩件事 教廠是當時 這個有錢人碰到戰亂 而且教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教廠的東西通常如心 為什麼 因為教廠 它會放在一個大缸裡面 它不是埋進去的 為什麼叫教廠 就是放在一個 它認為安全 戰亂之後它可以回來 又取回 然後它在收藏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小心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讓它吐氣 所以你看看 它如果上有土 但是又說是教廠 這好像有點相互矛盾 那我們趕緊來評估一下 第一個物件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請 請見價 那這樣真是買貴 三點 第一點 當然有在整個中國最新的 滷窯除了我們講說 故宮有三十幾件 然後北京其他地方 但是只有一件 最近被中國的這個 博物館收藏是這一件 這隻鳥 這一隻是出土的 你看它的釉已經被咬到 已經都看不到 原來的那個天青色 那這一件是被認為 這是一個鴿子 一個鴿子 那這一件呢 算是狗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 好像是竹台的概念 其實這是一個 這件是灌漿的 那再來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怎麼如何判斷說 這件東西是完全新的 你從裡面看 對 如果是一個 或者是所謂的土 出窯的東西 它的顏色色差不會這麼大 因為這邊有土 裡面一定會有土 否則呢 就是一個表層把它裹著而已 因為一在窯裡面出來的話 這裡面都是土 你看它裡面是新的 看到沒有 顏色 然後再來 我們剛剛提到 最後一個角度就是說 既然這個假設它是個鱸窯 鱸窯的氣形做成這樣的 從來沒有過 而且當竹台 這件事情 鱸窯其實是一個 在當時宋代就是一個 非常珍惜一個皇帝 內服裡面所用 所以老師你看它的土慶 是真的還假的 假的 百分之百假 為什麼 很簡單 第一個 裡面是一個 再來就是說 我剛剛講到這兩個窯子的 所謂的土 不會是這種黏土 這是南方的土 北方的土比較乾 比較紅 就這一點 所以土慶很容易作假 來 那我們要是 第一個物件呢 算是買貴了 而且好像聽起來 不那麼合理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從矛盾之處 可以知道它不是真的